我今天呢要來告訴大家要怎麼用Marvelous Designer來運算它的杜料 它這個軟體它的優點是它計算得很快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必須要在裡面做衣服 但是這比較不是重點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我們要怎麼把模型放進這個軟體裡 然後就是角色的模型 然後並且把角色的動作也放入這個軟體裡面 最後利用我們在這裡做的衣服套用之後計算它的布料 它等於就是一個布料系統 首先我們就要準備一個模型 我先用簡單的球來代替就好 它是一顆球的模型 我們這邊我們可以先 先把我原本資料夾的東西都先 我先給大家看說 我測試出來就是它可以做 就是都 就是從那個軟體算出來之後它放到這個軟體裡面 它存成MDD的資料檔 它就是點的移動 它就可以把它的動作復原到這個軟體裡面 好 我先把場景清空 好 就用這顆球 我把我存東西的資料夾也清空 我建另外一個 好 好 好 首先 這個球嘛 我就先存檔 反正它就是我們 想當作它是我們的角色 好 我們去轉檔工具裡面 我們可以輸出 Export一個 Object檔 這個Object檔 我先 好 指定好路徑 它就叫 Bow 好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去場景裡面 讓它做 移動 我們簡單的讓它來移動一下 好 所以它從第一個到第三十個會這樣往上移動 好 接下來我們需要把它這個點的資訊全部記錄下來 所以我們按P 我們可以叫出這個面板 它的資訊面板 在Deform 因為它是變形嘛 所以在Deform裡面 下面 可以叫MDBaker MDBaker 它就是 把 你現在的一個 它裡面也可以選 它可以選說我一到三十個 存成MDD檔 好 指定好路徑 好 這是Bow 它的MDD檔 就是它的動作 第一個到第三十個 好 按OK 那之後模型 調完動作 然後 也是用這個方式把模型的變形記錄下來 所以 到時候在動的模型會是 一個 裸體的人 這樣子的 好 OK 按下OK之後 我可以 從這裡叫Reader 我先把這邊引格刪掉 這樣可以代表說它完全是受 那個資訊欄控制 我可以從這邊 MDBaker下面有一個Reader Reader就是讀的意思 你點開 指定到我們剛剛 存出去的 MDD檔 好 那從 從那個 從第幾個Frame啊 假如說你要往前一點 往後一點 也從那邊設置 按 按 確認 就是Continuous 好 現在我都沒有引格 但它 已經能夠運動了 好 接下來 我們到 Marvelous Designer 我們把剛剛的 模型 輸入進來 Object 剛剛的Boat 好 輸入進來的時候 要注意這個就是 我們的單位 軟體的單位 它是 它單位是一公尺 這邊 這邊 把顯示關掉了 其實 每個軟體 不太一樣 需要 好吧 反正 這個軟體 它的 單位是一公尺 所以 你如果 如果 如果不想要 直接點一公尺 你自己也可以打十萬 就後面多加幾個零 好 那個不重要 好 我們設成一公尺 好 OK 下來 這樣它尺寸才正常 不然它會 它會超級小一顆 我可以交給你們看 假如你沒有設一公尺的話 它會是這麼小一顆 它其實是有的 它超小 你這樣運算的時候 你的布料 不然怎麼畫 你這樣拉近 做 你也很難弄 好 所以我們先把它縮放到正常的比例 M 一公尺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在裡面 隨便的 畫一些 兩三件的衣服 假裝這個就是衣服 各種形狀 把它轉換成 這樣 把它稍微 變化一下 然後我讓他們的面數少一點 因為它現在還蠻 變蠻多的 我大概做一下就好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 讓運算一次 就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總需要知道 我們連上去到底怎麼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先按一下 運算 好 它現在可以掉下去 暫停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它的動態 好像這個啊 這個可能 太偏了 我們可以把它 喬好一下位置 應該是這一片 我們大概喬一下之後 好接下來這顆球 的動態 我們要切到Animation 去看 好 現在這邊Animation 什麼都沒有 球也沒有在動 我們需要把剛剛的MDD檔 輸入進來 那 Import 最下面 一個 VertexAnimation 點 的動畫 這裡面 有其他檔案格式 但其實 其實都差不太多 像 像這個可能是 M MC什麼檔的 我不太記得 我通常 點這個 或下面那個 其實都可以讀 就習慣問題而已 我覺得看這個字比較爽 所以我點這個 好我們找到剛剛那顆球 它的動作 把它輸入進來 F 欸這裡也是要射公尺 如果不射的話 那顆球它也會一起變小 因為它記錄是點 所以我們單位要一樣 266個點 就是跟 剛剛的模型其實是一樣的 選到 公尺 進來 你會看到 這邊多了 一個MDD的資料檔 球 就可以動了 這並不是我視窗在動 是已經 是球 它的移動 我們剛剛是往上 這邊就會往上 單位 第30格 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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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說是要做人物的動作的話 我們應該是讓衣服先貼上去 好 它現在貼好了 好 讓它貼 好 停 我們就讓它停在這 顯示換一下 在這 好 接下來 我要讓它 計算 跟著我們的模型的 來運算 那我們 我們直接這樣子拉 其實 並沒有效果 因為它沒有運算 然後 按鋼這個 它其實只是把它黏上去 我們要運算的是 它現在放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 Animation 上面有一個錄影機 點下去 它會從 你現在衣服的狀態來開始 算 這顆球的動態 算 好 我們按按看 它現在從0到 33格 33 好 我們這裡到30格 那我們就設30格 就好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現在它已經把那個動作記錄下來 那這邊目前它沒有一個格式 因為它是屬於存在它的內存裡面 現在可以看到 其實完全不會Lag 因為它已經算出來了 就可以看到它的動態 其實還不錯 好 那我現在已經滿意這個動態了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有兩件事 一個是我要把這個衣服 輸出出去 所以這樣我才有模型 好 這個 好 全部選起來 好 選好 Fail裡面 可以按 Export Object 就是我要把這個模型輸出 好 我給它一個名字叫Close 好 好像不用選 因為其實這邊會讓我們選 好 看到這顆 這個Shape Object 什麼的 這名字其實 嗯 不用太管它 反正 一看就知道 其它Pattern Pattern就是我們點 所以一定是上面三個 那這個不要勾選 這個如果勾了 你的球也會一起被輸出出去 好 接下來 下面這個 你要合成同一個物件 或是把它分開 通常存同一個就好了 你不需要再做更多的編輯 好 尺寸 尺寸 也設成M OK 好 模型輸出出去了 接下來我們要把Close的動作輸出出去 也是按Export 在這裡 Animation 然後也是選跟剛剛一模一樣 MDD Close的MDD 一樣 選M Single Image 現在它就記錄下來了 然後這個軟體它其實還有一個蠻炫的功能 就是你在這邊畫出來的東西 其實它可以變成你的UV貼圖 變成UV到時候展開 你可能想要自己畫 就是出去到別的軟體畫 或是在做一些編輯 就可以這樣做 接下來我們到Linecraft裡面 好 那你看 當我已經 記錄下MDD檔之後 不管怎麼移動這個模型 它都還在原位 它記錄的是絕對位置 它就在000的位置 接下來我把我的模型 Close的模型 丟進來 好 看到它位置其實不太對 好 這樣其實沒關係 我們只要把MDD 按錯了 我們只要把我們的MDD 叫進來 它就會在正確的 絕對坐標位置 好 Continue 我們可以看到 它動態就已經完成了 我們來 來計算一次 算個簡單的預覽 它就可以進行布料 接下來我們可以再做一些材質的設定 然後基本上就完成了 但是這邊 有一個問題 其實 我不太知道這為什麼會發生 這可能 它最後一個 我們剛傳的時候是第三十個 它第三十個好像 會突出出來 所以我們 我們在做 輸出模型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應該會需要把球 的動作 假如說我們算三十個 我們 算到第三十一個 或是你保險一點算三十五個 沒關係 它沒有動 沒關係 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我們在這個軟體裡面 去計算的時候 它應該就比較不會出現那些 傳出來的 問題 或是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然後再三十個 它可能 可能是 一個小 就是 第三十個 沒有算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模型 Close模型丟到 Modeler去看 面數 面數其實 有點高 這個面數是直接可以用 而且 一萬多面 然後在軟體裡面算那麼快 其實是還蠻值得的 我們可以騎到UV 來看 它的UV 它的UV好像 跟我講的不太一樣 它好像自己把它拆開 因為我之前測試的時候 它是會 黏在一起的 但是其實這樣子也沒有很影響 它其實就把它都全部拆開了 就一個一個選 然後 你就可以再把它拼回去 自己貼出 好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 我們只要把 模型 存成 OBJ檔 放進 Marvel Designs 然後再把模型的動態 捕捉成MDD檔 也是丟進 衣服的軟體裡面 然後 我們在這個軟體裡面 製作衣服 製作布料 運算之後 也把它存成MDD檔 還有把這個模型也一起輸出成OBJ 最後可以丟回 來規復的LAYOUT 來進行運算 好的 謝謝